大家好,我是派大帅,欢迎收看本期大观察的国外人家吧,牛牛的牛仔,这方面的话 牛仔祭司前锋加油拆打杰克 这个时候打杰克你还别说杰克,我觉得还可以啊 杰克如果说击倒不慢的话,是真有的打 但是这些顶尖人物王呢,他们牵制杰克相对来讲 这个基本功好嘛,只要能躲掉个一两个巫人 而且这边穷者邮差大概率带飞轮的,对吧 前锋有位移,祭司有斗,牛仔有勾 但凡能够躲掉一两个误刃,这个局其实就是穷者保护军胜 因为杰克这个角色,前期误刃一旦空,他很难翻盘的 就唯有什么的误刃,双刀,防守端,打一个救不下来 但是他的误刃,那刀挥出去以后,这个后摇太久了 就算你误刃挥到了,他们这个人也救下来了 也救下来了 整个开局非常的不利啊,对于杰克来讲 这边追尤差,尤差这个位置比较好 所以说即便他牵制能力不强 但是因为站着地理上面的优势,还是能够牵制很久 而且尤差的话大概率带,这是个双弹尤差 双弹尤差难点又还好一点 如果说是个单弹尤差带飞轮 如果说那个飞轮躲掉一次巫人或顶掉一次巫人的话 这个局就基本上没得打了 现在的话还行啊,这个口罩里看一下 有没有机会飘一刀 他还等了一手,这边的话还等了一手 刚才等了一手是在等落地巫人要甩 对,漂亮,帅气 这一刀无人很帅气 但是时间上面已经过很久了 时间上面已经过很久了 这种局交给机器打 我个人感觉丘者这边已经是大概率拿下了 大概率拿下了 再拉一波点 前锋甚至这边可以尝试背后偷袭一波 有没有想法 哎,这个点真是好难抓 有个闪现就还好 没闪现,这个插眼真的是追到天荒地老 前锋果然还偷袭了 我没留意到,刚才那波不做 这波偷袭了一波 这波偷袭了一波,尤差又拉远了 而且这边的话因为知道你是插眼的 尤差甚至还可以穿个大洞什么的 穿个大洞 这边就托尼嘛 哎 就虽然说这边是没有队友来那个摸的 但是这是托尼一个那个挂人节奏 你这边得走吧 那边没有遗产机嘛 你抓不抓嘛 你过去找到了 那边可能起来了还能再玩一会儿 起不来你挂少了 外面三台机都不止 三台半都有了 这已经五台了 都已经快五台了 没办法 只能是逼这边的油拆交自己 其实这个油拆不能再管了 再防守其实没有太大意义 因为这波在防守 可惜的一点就知道这楼有一个祭司 有一个祭司 祭司这边的话 再会儿 一刀误刃好的 漂亮 再追 米马机点亮 哎 这个米马机亮的有点没看懂啊 但是还好吧 这刀没打在前锋上面 这刀打在前锋上面 我觉得这个局可能就会出现一些问题 现在的话油拆是交自己的 牛仔这边的话门已经开了 准备来勾一手牛牛 翻个板子 杰克跟不上啊 杰克跟不上啊 这个真跟不上 祭司那边拉大洞 就因为祭司有个大洞 所以说即便是油拆交自己 他们还想打一个四跑呢 这么狠 这也忒狠了吧 前锋这边有球 我不吃你尸体刀 你误刃随便甩 你无人甩了 我这边拉波球走了 你跟过来要拉球走 还想绕 这打的也忒有点过分了吧 好 拉球一波走 那边门点开直接投降了 没办法没办法 确实没办法 改来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